第517章 杀出去 即位 这样欺负一个小辈 未免有些不光彩吧 老鬼看着五岳剑派副掌门 以及士空大师等人一脸默然地说道 五岳剑派的副掌门说道 鬼爷 这事情和你无关 你应该知道圣兽的作用有多大 咱们有多少人在追寻着这条道路 你也应该知道 眼下有了希望 谁会放弃 话虽如此 不过这事情 鬼爷我必须要管山一管 我欠这小子一个人请 鬼爷冷哼一声 而后对着夜寒说道 小子 走 离开鬼市 这里鬼爷我替你挡着 不交出圣兽白虎 休想走 鬼爷这话落下后 一道道杀机 已经将夜寒他们锁定住了 少林武当 五岳剑派 行义门等等高手眼神丰锐 如见四兵慢慢地贴近着夜寒他们 夜公子 带着仙儿走 我峨眉同样欠你一个人情 今日这事儿 我峨眉派也要管山一管 此刻 无情师太等人的位置 已经让出了一个缺口 各位大恩 他日夜寒必报 走 夜寒不怕死 但是他不甘心就这么死在这里 转身提起唐大少 就朝着峨眉派让开的缺口 报射了出去 北宫仙儿 陈家兄弟 冷无飞纷纷跟随在后 拦住他们 一瞬间 古武门派的人动手了 飞速地掠了过来 恐怖的气息彻彻底底地释放 这些高手架在一起 那种气势可怕到了极致 不过 在这些人 想要追赶着夜寒他们的时候 老鬼以及无情师太等人 纷纷出手了 老鬼的实力 在这里唯有楚玄机这种人 才能挡下一二 所以 他一出手 古武门派的人 瞬间就被他抵挡了下来 无情师太四人也在其中 恐怖的爆炸冲击波扩散而开 整个房子瞬间地动山摇 楚玄机三人没有动手 看着这乱成一团的局面 三人直接冲天而起 破开了屋顶 站在了房顶之上 不过 夜寒他们现在还没有离开 因为走出了拍卖会场后 迎接他们的是一群鬼市的高手 十多个打通了人都的高手 外加上盗墓界四大欺人之一 阴魂首入川 这种阵容也是相当恐怖的 该死的 纠空之这老东西早就做好了准备 看到四周出现的高手 冷无飞的脸色变得十分的难看 杀出去 哪怕是血流成河 也不能窝囊地死在这个地方 纠空之害我 那我就拿阴魂首入川来开刀 夜寒手握着破天极 脸上的肃杀之气化作了惊人的戾气 下一刻 他整个人已经爆射向阴魂首入川 哼 就凭你们吗 阴魂首入川冷哼一声 可怕的手掌挥出 漫天的爪印如同九阴白骨爪一样 破空之声宛如利剑袭杀而来 哼 夜寒手中的破天极和阴魂首入川的手掌碰撞 但是那结果却是让人相当的震撼 阴魂首入川的手竟然可以挡住破天极的攻击 夜寒 他戴着铁铜臂 手上功夫是他的长相 在夜寒和阴魂首入川对碰一招之后 陈天行紧接着对他施展出了第二次攻击 八级拳法以刚猛著称 速度快 力量猛 这一拳犹如惊雷闪电 又快又猛 见到这里 夜寒的手臂一颤 紧握着破天极漫步而去 而后麾下蕴含着可怕力量的破天极如要劈碎这片天地一般 好可怕的小子 难怪有五届第一天才支撑 阴魂首陆川和陈天行对碰一招之后 他见到夜寒这凶悍一招降落下来 眼神一鸣 而后他的铁铜臂疯狂地击出 刚猛力量的一拳再次和夜寒手中的破天极碰撞在了一起 哼 陆川 让你尝尝被焚烧的滋味 话音落下 下一刻 夜寒猛然撤回了破天极 他的手掌之上 赤油神谷的本命之火出现了 那妖异的火焰 仿佛要比这鬼市的照明点还要明亮 恐怖的温度扩散而开 在那阴魂首陆川再次杀来的时候 夜寒的手掌画掌维权 拳头被火焰包裹 狠狠地和陆川的铁铜臂轰击了过去 小子 和我的铁铜臂硬碰硬 你这是在自找死路 陆川冷笑了一声 下一刻 夜寒的肉拳和陆川的铁拳碰撞 夜寒直接被轰击地倒退了四五步 脸色开始泛白 不过就在陆川准备再次去攻击夜寒的时候 他骇然地发现 他的铁铜臂竟然焚烧了起来 而且 这种火焰焚烧从他的手臂一直朝着他的身体蔓延 那种奇高的温度把他的铁铜臂都融化了 该死的 这是什么火焰 感觉到这种火焰的恐怖 陆川又惊又怒 急忙开始去扑灭手臂上蔓延过来的火焰 如果这种火焰蔓延到身体 就算他不死也会要了他的半条命 不过 在陆川手忙搅乱地去灭火的时候 夜寒已经朝着他再次暴射而来 犹如一道黑色的闪电 破天几化作一道恐怖的戾气 袭杀向了陆川的胸口 这火焰有些奇特 看来这小子保命的手段还真多啊 王帝楚站在房顶上 眯着眼睛 打量着夜寒和阴魂守陆川之间的战斗 现在他们三人还没有出手 陆川 受死 这时 犹如一道黑色闪电一般的夜寒 已经出现在了陆川的身前 破天几一往无前地刺入了陆川的身体当中 啊 混蛋 胸口被夜寒手中的破天几刺穿 陆川的脸色更加煞白 也不顾及那本命之火会对他造成多大的伤害 拳头疯狂地攻击在了夜寒的身体上 砰砰两声传来 夜寒再次被击退 口中狂吐出了一口鲜血 真要说实力 陆川自然是比夜寒厉害 不过硬生生地承受了陆川两拳 夜寒的嘴角却挂着一抹嗜血的笑意 因为此刻 陆川的大半个身体已经被本命之火包围住了 这种情况之下 以本命之火的恐怖 陆川绝对活不成了 陆爷 瞧见这一幕 周围正在和冷无飞 他们大战的鬼市高手脸色大变 拍卖行周围观战的鬼市中人脸色也变了 陆爷这是要被那小子杀死的节奏啊 杀出去 望着四周朝着自己扑来的高手 夜寒大喝一声 手中的破天脊犹如雷霆一般横扫了出去 这些人比不上阴魂首陆川 夜寒这一击之下 三名鬼市高手当场被击杀 哼 杀出去 我看你是在做梦 让你风光了这么久 也该让你付出代价了 见到夜寒等人要逃走 北明长弓冷笑了一声 而后在虚空漫步而去 走向了夜寒的位置 越来越长弓了 到你自在十分之后 似乎不禅